福斯8代Golf 今天為您借出來試車的就是這一台 230 ETSI 智能特試版 可以說它是入門的版本 售價是102萬8 只不過福斯在總代理 它推出了車海戰術 總共是有10個車型 包含1.0、1.5、GTI 還有Golf R以及它的旅行車款 是個車型裡面 但是很可惜的 它並沒有插電式的油電車 或是柴油車型 但是這樣的車種選擇也已經是夠多了 而今天這一台 230 ETSI智能特試版 最重要的是它的節能的功效 首先我要先從引擎來看起 在這台Golf的230 ETSI智能特試版上面 它的入門版本引擎就是這一顆 1000cc直列三缸的涡輪增壓引擎 它的馬力有110匹 它的扭力則是在2000-3000轉 爆發出了20.4公斤 它的48B輕油電系統 就放在這個 副駕駛座正下方這邊 吹冷氣它壽命會比較長一點 那這48B輕油電系統 有人說會不會以後維修有點困難 當然現在還沒有相對的數據來證實 但現在的優點就是呢 它的節能功效真的是可以從過去 7.5代的18.4公里每公升 上升到了20.5公里每公升 它的優點是觸目可及的 而它的外觀部分呢 這個230跟之前我們試過的 280 ETSI R-Line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車頭這裡呢 它一樣是有原本的風阻係數 從0.3-D到0.275的流線造型 而這大燈是最大的差別喔 在這個Live車型以上呢 它都搭載了LED的遠近燈 但它並不是IQ-Line 因此也沒有自動遮蔽遠光燈的功能 車頭這裡呢 則是沒有像R-Line一樣 一個大型的氣霸 但旁邊這個銅色系的這樣子的飾條呢 倒是非常有之前的Golf 7.5 那種美美的感覺霸氣十足啊 車在這裡呢 雖然它的引擎搭載呢 是一個1.0的直列三缸的小引擎 但它原廠搭載的胎圈組合 已經是17吋了 這是過去呢 購服五代GTI所有的尺寸Size 而且這個尺寸呢 225、45、17也相當的豪滿 這個車色呢 一樣喔 原廠也是主推這個 金屬萊姆黃的車色 在230這個入門車型裡面呢 一樣是可以選購得到了 車尾這裡呢 則是非常帥 車頭沒有IQ-Line 但是呢車尾的尾燈呢 一樣有IQ-Line 全LED之外呢 它一樣有這個流水式的方向燈 這個在入門車型裡面呢 這個東西看的就是爽度十足喔 在這個230的ETSI 智能特飾板上面呢 它的確有些地方呢 跟它的老大哥280以及GTI不一樣的 首先 看到這個椅子呢 它並不是一個賽車椅的設計 而是一個織布材質的喔 但我剛才坐起來覺得 它還蠻透氣 而且包覆性 比想像中來得好非常多喔 而坐進來之後 首先觸目所及了 這三幅式的方向盤 它握感呢一樣是十分的好 不過呢 它沒有透氣皮的設計 但是後面這邊 倒是有這個入門車型很少見的 換檔撥片的設計喔 但它科技的確有落差 像原本280ETSI上面呢 有著這個電容式的按鍵 在這個230上面呢 則是回歸到了實體的按鍵喔 但還好 它中間這個10.25寸的數位的儀錶板呢 它依舊有這個ACC的這一個 虛擬實踐的功能 只不過呢 從280三車道變成了單車道設計 但它一樣可以判斷機車貨車或是轎車 非常棒 它也擁有了智慧車鎮的穿梭系統 一鍵啟動ACC以及車道置中 以及車道維持 它跟280比較起來呢 少的東西呢 是少了這個開門 離車三分鐘 洗我可以保障你安全的離車安全系統 以及後方RTA的橫向車流警示系統 原本280呢 它則是一個10.25寸的 但是在這個230上面呢 它就變成了這樣子一個8.25寸的螢幕 縮小了一點 但它一樣擁有的是 10段配色的這個車內的氣氛中 而且呢 在調整之下一樣 中間的儀表板 它顏色一樣會有所改變 再來呢 它一樣有過去浮石車系很少 它除了Apple CarPlay之外呢 它也有了Android Auto 而且它下面這邊呢 一樣有無線的QI手機充電板 而且呢反應很靈敏 一放上去就充電了 下方這邊呢 一樣也是有這個 防保時捷992車系的這種 非常棒的現傳的排檔頭 因此呢也讓中間這個中傳這裡呢 設計顯得十分的簡潔 但很可惜的是呢 冷氣出風口這裡呢 雖然也保留原本的各大模式 以及冷氣有的電容式的觸碰式按鍵 旁邊這個大燈呢 一樣是保留了電容的觸碰式按鍵 但是呢原本這裡有一排 所謂的Touch Slide 觸碰式滑軌的一個控住螢幕呢 這邊則是被取消了 這就是呢230它跟280的最大的不同 坐進GOV8 230 ETSI智能特試板呢 它的後座 我可以說呢 它的後面的椅子呢 雖然是織布椅的 但是表面呢十分的反滑 而且呢它的泡棉支撐度非常的好喔 可以呢說是軟硬適中 而且呢前方調整了我的座姿之後啊 它的座椅空間表現還不錯 前方西部空間還可以有一個拳頭左右 而上方也大概是一個拳頭左右的距離 我的身高是176 所以一個成人來講呢 後面坐起來蠻舒適的 後面這邊呢 則是一樣有這個冷氣出風口 而且它也有獨立式的恆溫空調 非常棒 下方這裡呢則是有兩個Type-C的充電座 車門版的置物空間 它連裡面這邊呢都支揉 因為有時候呢你放手機在裡面呢 有了這個織絨布之後呢 可以減輕它的噪音 這是一些細節的展現 它後面的置物空間呢十分的方正 它標準的容積呢達到了380公升 如果說呢把後座倒平 非常好用喔 倒平之後呢 它容量擴充到了1237公升 像這個底板呢 拉起來之後呢它這邊有個卡榫 可以直接呢 打開之後呢直接這樣扣著 它就不會這樣砸下來 讓你呢非常容易去取下方的東西 而且呢這個戰板也有一些設計 像原本呢往上放 這是第一層的設計 一樣是非常的平整 如果說呢上方還需要更大的容量的話呢 可以把它往下滑到第二層 往下降低了大概有10公分左右的一個距離呢 也讓你容積呢變大 而且呢置物起來的也更加的方便 這些都是GOV的小巧思 但是呢有人說喔 這台車呢 三缸啦 17c渦輪增壓 它馬力只有110匹 扭膩呢只有20.4公斤 市區開起來好不好用啊 其實呢它並不會帶來太多的一個駕馭的快感啦 所以別忘了喔 這個如果你到時候呢 你要選擇這個GOV全車系10種車型裡面喔 如果你覺得 因為預算的考量去買這個230 1000cc的三缸渦輪 你又想要它有GTI的動態表現的話呢 那真的是強人所難喔 油耗數字啊 它被一口氣提升了 將近了兩公里左右的這個平均油耗 一公升可以多跑兩公里 其實最大的工程呢 就叫做48V清油電系統 我們現在停銅燈它怠速熄火了之後呢 放開剎車再起步的那一瞬間呢 它的引擎起壁顯得更加的柔和了喔 不像過去呢 就單純有那種啟動馬達啟動那種 比較振動感的STOP&GO 現在48V清油電系統呢 它的STOP&GO也可以讓它 相對之下振動變得非常非常的少 如果你要買它的話 我覺得最大的優點 您最大的選擇方向就是為了 節能 通勤 又希望有進口車的質感的話呢 這台Golf 230 ETS-I 智能特試版 還有全系列的ACC主動安全 我覺得是你選的這台車 一個最大的理由跟原因呢 省油 節能 安全 而且進口車的質感 就是它的 很讚 Baloman был rim了 聊天 Lvd abortion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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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